二战美军到底有多强? 二战中的军队在战争中很容易被覆灭,很多人好奇二战中的美军是依靠什么在世界上立足的,那么二战中的美军到底有多强?已经达到了步兵武器全面自动化,战力各国第一了。 美军的陆军装备在欧洲战争爆发前还是非常落后的,训练水平也参差不齐,在美国利用班乃号撤运在中国的美国人时,结果遭到日军飞机的连续轰炸, 致使美军的班乃号战舰沉没,并造成二十多人伤亡,这个消息传到美国后,引起了美国国民的强烈愤慨,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,却为了暂时的安稳,没有做出过激的反应。 在日本对战舰的沉没做出赔偿后,美国开始疯狂扩军,美国陆军从战前的村次过棋,训练水,平步高开始快速转变。 在二战结束时,美军已经有了二十四个军的兵力,陆军在陆地作战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改革,但是也没有达到每个士兵都装备全自动化枪械的程度, 因为全自动枪械对军工业后勤的供给要求非常高,一把全自动的枪械价值比半自动的贵很多。 全自动武器在二战时期,大部分国都不可能装备得起,因为后期的军工供应不了,所以半自动的武器在美军的武器装备中占很大一部分。 战争中美军的陆军部兵领所装备的火力,几乎可以压倒日本的一个旅的士兵,所以美军在消灭日军后,对那些缴获的武器装备根本就不屑一顾。 即使在日军仓库中缴获了全新三八射步枪,也比不上美军士兵的自动化武器。 当时美军装备的伯朗宁轻机枪,在设计上是设想的可以由单兵携带,而且可以切换为单双连发射击的模式。 但因为当时的技术有限,军以失败告终,再重新改良后,以轻机枪的身份出现在战场,但它的重量和后坐力太大,一个士兵根本不把持不了。 所以,士兵需要经过训练,才能掌握精确度。 当美国开始参加二战后,美国的经济实力在全力支持军队的武器在生产,所以美国陆军得以快速扩充后,他们的武器装备并没有落下来。 这也是在二战中,美军在战斗中伤亡较敌人比例较低的原因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